这两盆是趁着特价买回来的小花 我就喜欢买特价的 怎么着吧 看看我这个开的杜鹃花 这也是特价买的 回来还是看他们俩 我买特价花啊 主要是想试验一下 没种过的花 我都想种一种 特别像这两种都是挺流行的 这两种在多伦多地区 都是一年生的小花 因为开花多 你看开花花开满了 想象的 我好像很久很久以前种过 很容易开花 花期很长 一年生都是这个特点 这个也是 很多时候一年生的花 它起来是多年生的 或者是不耐寒多年生的小花 但是通常呢 它就是比较短寿 就把它当作一年生的 之所以特价是因为时间到了 现在这个时间是 现在是六月底 这个时间是大家天气热极了 今天三十多度 所以人们对买花的这种热情减了 再一个呢 它第一波花上架的时候 是五月份上架的 第一波开花花过去了 在商店状态不佳 就剩了一点点小花 所以呢 特价 这个是红花 开红花的Verbina 这个有不同的颜色 我专门挑红的 如果 如果我不知道 这种花的话 想试的话 它有多种颜色的话 或是首先选红的 叫Magic Red Verbina 这个呢 再多说两句 它 它叫 中文好像叫马鞭草 其实这个Verbina有很多种 大大小小的 Verbina有 特点就是这个不同的品种 它都有 开花 都很多 作为花园植物 所以这是一个挺流行 你要记住这个名字 Verbina 以后看到这个梅开花也知道 它是受欢迎开花多的花园植物 再说它 它也是常见的 花园植物 就是因为它开花多 而且花 你看那小花很有意思 对吗 这花色一个一朵上 有很多颜色 它叫什么呢 叫Lantana 还有一个好听的中文名字 叫马英丹 这种花还有一个特点 人们喜欢拿它来酿酒 酿的酒叫马英酒 那好像这个酒 现在不是特别流行了 因为大家不太喜欢 开玩笑 开玩笑 我可以开玩笑 今天说他们怎么处理 新买回来的呢 我知道它都是开花多 现在刚是六月底 还能看三四个月 四个月吧 争取 能开到霜洞 看花 那么现在的花 虽然它开着花 它没开花 估计也要等一周左右 有花包了 也要等一两周 才能看着花 希望我给它提供一个好的条件 这样的话 他们就从下一次开花开始 就不要停下来 就一直开 给我开 想的挺好的 开花有几个条件 第一 他们都是喜欢开花的花 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是喜欢阳光 要充足阳光 我能给它提供 一天六小时左右的日照 我想应该够了 再多我也提供不了了 第二 通常买这都是小盆子 它不是让你长期这样种的 需要怎么样呢 往往是几个选择 一个就是有人喜欢组合花盆 找个大花盆 找个大花盆 把几种小块种在一起 放在一个位置 这样的话 浇水施肥日照就齐了 就齐全了 我没有大花盆 但是呢 每一个我可以把它增大 给它加大一点花 比如这样的话 土壤不容易干 如果土壤干的话 会影响它开花 经常太干 其实有的它是见干见湿 但是往往的夏天挺热的 这么一小盆 很快一天就干了 干透了以后 会影响它开花 另外也有人喜欢啊 把它就直接种到地里 那么找合适的位置 有个好的花床 阳光充足 那就更省事了 比栽的大花盆更省事 为什么呢 它浇水频率就不需要那么高 相对的啊 找了这么一个盆子 你看大不少吧 大不少 然后土壤呢 你看它这原来的土壤 我开始没太注意 买的时候挺湿的啊 原来的这个土壤 里头有很多perlite 说明它透气性很好 所以呢 我也用同样的土壤 怎么样 也是白花花 白乎乎 这个是 这是白色的颗粒是珍珠盐 perlite就是起的透气 透水好 这个呢 是HP的土 最常见的HP土 HP是一个类型啊 就是高透气 高透水 HP是个类型 有最常见的一个牌子 叫Promix 在加拿大多伦多 很容易买到加拿大 这是加拿大品牌 叫Promix 其实我觉得普通的盆栽土就行 正好我有这个哈 其实普通盆栽土我也有 就用它 这里头我也不单加肥了 通常是这个时候可以加底肥哈 但是底肥往往是缓氏肥 而缓氏肥呢 对于这种小花呀 生长季节太短了 那缓氏肥还没起作用呢 它增长季节就过去了 所以我准备就用水溶肥 什么玫瑰肥啊 就均衡的 或者是醋花水溶肥都可以 买来的时候这个是很湿哈 刚浇过水挺沉的 现在都不是那么沉了 昨天买的 今天就不是那么沉了 因为这个叶子也大 太阳一晒 太阳一晒啊 这个水分的消耗很大 做法呢 就先把它倒出来 捏不捏吧 一扣 看看 这底下的根长得多好啊 不错 我也不把它打散了 这个根不是特别紧密 稍微有一点缠绕 但是问题不太大 打散根呢 它对它来说也是个破坏 虽然它能很快康复啊 我感觉这个没必要 可以 坐进来 然后把土加满 这都是简单的 有人说啊 你要给我看 你是怎么加土呢 行行行 好好 看看看看 一点都不能辣哈 加进去以后 还要摁一下 因为比较松啊 你看 稍微一摁就下去了 待会还要做一件事情啊 加完土以后 没完事 还要做一件事 也很重要 相信 相信 很多人也想知道 特别是养花新手啊 有点粗暴 问题不大 它很健康啊 它的适应能力很强 比我们想象的要强 好 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这个牌子啊 我觉得还是你尽量把它留下来 插到插进去 以后哪天想了 哎呀 我要再研究研究 还有个事什么重要呢 你看它长得 张牙舞爪子有点 对吧 而且你要它要继续往前长的话 就有点 失去控制 就是不是失去控制 就有点太稀疏了 我想它长得更密一些 因为现在还是毕竟是 夏天刚刚开始啊 夏天刚刚开始啊 好时间还在后的呢 所以呢 我就把它稍微剪一下 让它长得更密一些 这剪可不白剪 剪完了这还有用啊 这剪完不能扔 剪完了 我要给它做扦插 好 再给它浇点水 浇水的时候正好把上面刚才那个土啊 当的给去掉 先不着急施肥啊 现在 现在它缓一缓 下一次 下一次浇水开始 每次浇水我都给它加点肥 淡肥勤势 再准备一点土 签插 把刚才剪下来的汁不能浪费 对吗 差不多 像这个汁条稍微处理一下 靠近底部把叶子去掉 其他的类似哈 都是一样 主要是靠上面的发芽 像这个一插 没有生根粉啊 没用生根 生根粉应该会起到帮助 但是呢 没有 它如果能成活 能生根的话 不需要生根粉也行 我通常做签插 除非是特别金贵的 我一定要它保证它成功率的 我才加生根粉 否则的话 顺其自然 成了就成了 不成了也没事 这里头估计能全都插得下 就就插一盆吧 能活多少 活一颗就算我成功了 大概有十几颗吧 同样浇点水 简单粗暴 每次我做 买的新的植物 都会试一下 扦插 无论成功不成功 都是一个有意思的实验 尝试 用缩楼袋扎紧 放在朝东的窗台 一周左右应该能生根 两周左右就应该能移植 我想的挺美的吧 如果它容易生根的话 就是这个时间 那么两周左右以后 我再把它拿出来 给大家展示 这个新一盆的 新换盆的 还是把它放在阳光最充足的位置 因为对它的根 没有什么破坏 所以它就 对它来说 就是理了个发 就是理了个发 可以继续生长 这个Lantana 马英丹 也是同样的方法 给它换个大盆 但是它就不修剪了 这个应该能长得比较大的灌木 长得能长得更大 好了 还记得它们的名字吗 马某某和马某某 今天就说这么多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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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